都不用带小鸟了 你还喂它吃东西 还拉丝呢 去 就让它们在树上玩 回去把小鸟拿出来喂一下 看一下小家伙 饿了没有 把纹箱上面的发热器 上面的风扇坏掉了 开不了了 所以放了一个LED灯 给它保暖 饿了是吧 又被打劫了一只 剩下三只了 篮球队组不成了 看来得下一窝了 过完年可能就没了个三只 今天开浓一点给它 就这个浓度 喂给它们 又跑来抢十个 有两只会飞了 还有一只不会飞 给这毛毛虫吃一点 老是来抢 调皮捣蛋的毛毛虫 看这个视角 它两个鸡腿好像不错 我换了一个大一点的箱子来呗 好味的 像我这里的天气 只要有20天大 用一个LED灯 给它保暖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血壁跑到我衣服里面去了 出来 好玩是吧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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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 去玩呢 黏着我干嘛 就血壁跑过来跳进去了 别打架 别打架 不准打架 这些小家伙 开始进入叛逆区了 比较叛逆 哎呦 还敢跟血壁打起来 你还真咬它 你还真咬它 走 去玩你的 别把小家咬伤了 看谁咬到没有 没咬到 吓得呱呱家 一个个怎么那么凶呢 都比较叛逆 这只到亲妈都不验了 像这种这么大的小鸟 是最好玩的 要多摸它 越摸它 它就越轻了